韓國瑜接受專訪的時候有說 陳其邁當選是正常的 然後您的當選還會是奇蹟 那您聽得比較感想怎麼樣 我會待會接請董事長一個回應 我覺得韓市長在一開口都是進去 我記得我來高雄的第一場 跟各位媒體見面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到 高雄是一個從滿奇蹟的一個城市 那我想韓市長昨天這麼講 我覺得有點巧合啦 但對我個人來說 的確讓陳其邁遵守連任母親來說 他們自己認為的一個氣勢來說 他當選是一個正常 但是還是一句話 高雄是一個從滿奇蹟 所謂成長奇蹟就是反正常 那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10月26號之後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韓國瑜當時當選就是奇蹟 對不對 他來高雄的時候 誰認為他會當選都不要認為當選 但是他創造了奇蹟 柯智恩現在叫再創奇蹟 而且高雄難道是民進黨的進卵嗎 陳其邁說再給他四年 高雄起飛 民眾會給民進黨二十幾年 給高雄現在三十三年了 高雄起飛了嗎 沒有 怎麼會起飛呢 起飛有這麼多公司嗎 起飛怎麼輪流停電嗎 起飛高雄會從第三名變第十六名嗎 那有什麼起飛呢 再給他四年 再給他四十年也起飛不了 所以已經在飛得大約屋 太快了 我何想看 三十四年了 三十九年了 三十五年 什麼大約盾